二次大战期间,最疯狂的国家当属日本了。 这个弹丸小国,却想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征服全世界, 二战期间,他们犯下的罪行真是庆竹难输。 在侵华期间,为了速战速决,开辟了多个战场。 二战后期,日本兵力资源损失严重,战斗减员非常多, 而日本国内的男人基本上都被派到了中国战场补充前线战争的需要。 随着战争推进,日军在中国战场陷入僵持状态, 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进行穷追猛打。 到了二战后期,日军已经明显招架不住, 各个战场都缺少兵源,兵力严重不足。 于是为了补充兵力,日本在国内开始征兵。 不但征收了很多童子军,还征收了许多女兵。 这时的关东军中,可以看出有大量的女兵, 不过好景不长,意大利作为轴心国之一,率先投降了。 之后在1945年,德国也在投降书上签字, 日军因为缺少同盟的原因,更加支撑不住了。 但是这些日本人几乎疯狂,要让大和民族所有人去拼命,全民皆兵。 面对这些如此疯狂的日本人,美国只好向日本丢了原子弹。 而这时,在苏联军队占领柏林之后,苏军把矛头指向了远东的中国东北。 苏联为了尽快结束二战,大举进攻日本关东军。 面对苏联的重装坦克,日本引以为傲的关东军,很快就被收拾了。 几天之内,日本关东军就遭受完败,被击毙8.3万人,被俘虏60多万人。 日本见无力回天,只好选择投降。 可是苏联在战争前期,蒙受得巨大损失。 哪能善待这些俘虏,面对日本要求,释放俘虏的请求。 苏联不但不放,还想出苦力活,要狠狠折磨日军。 不过令苏联军队意想不到的是,在前进中国东北的过程中,苏联军队俘虏了大量年轻的日本女兵。 而苏联处理这些女兵的手段,和中国对待日本战俘的方式大不一样。 苏军对待日本女兵的行为,更是让日本女兵害怕不已,搞得日本女兵找中国军队投降,害怕落入苏军士兵的手里。 据统计,被苏军俘虏的日军超过60万人,而苏联军队对待俘虏又是出了名的残酷。 这些被俘虏的日本军队,全部都被苏联发配到天寒地洞,杳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区。 当时苏联处于战后重建时期,极度地缺乏劳动力,于是就把这些日军俘虏全都给苏联建设城市,开采矿石,做牛做马,做最为低等的工作,吃最简单的饭菜。 在西伯利亚这个极寒之地,如果没有预寒设备,根本很难存活下去。 大量的日本战俘无法得到预寒的免疫,只能在这个苦寒之地卑微地生存。 一到冬天就凍亡了数万人。 而如果不听话,或者敢于反抗,则苏军会直接扒光衣服,直接赤身裸体面对极寒气温。 至于是死是活,苏联人不管,拳打脚踢更是常态。 被俘虏的六十多万日军士兵,不仅要面对西伯利亚极低的气温和恶劣的工作环境,还要接受苏联军队的各种惩罚,很多俘虏在西伯利亚被折磨致死。 最终有四十万日本俘虏因各种原因,或是在西伯利亚。 而那些貌美年轻的日本女兵,下场更惨。 她们白天要进行高强度劳动,晚上还要被苏联军人当作泄于工具发泄欲望。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,很多日本女兵宁愿选择自杀,也不想这样活下去。 至1956年,苏联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后,日本开始问到俘虏问题。 苏联人很痛快,将俘虏都还回去。 可是苏联人还回去的,大部分都不是活人,而是他们的骨灰。 苏联还略带侮辱地对日本人说,你们日本人的身体素质太差了,根本就无法适应苏联的气候。 我们已经尽力了,而这些能回到日本的战俘已经不成人样,数量也是少之又少。 更是没有当年,上战场时的那份锐气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讷和绝望。 相信经历了那样残酷可怕的折磨之后,更能体会和平的可贵吧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感谢您今天的收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